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多空非常的一个僵子 在等待比较明朗化的一些的东西 譬如说我们台湾现在正在召集 召开所谓的超级的法说 美国是超级的财报州 美国也即将公布7月份的利率的政策 我觉得7月份的利率政策 大家真的不要想太多 大概就是三码 你要知道所有的原物料的价格 就连油价有在创历史新高吗 其实都没有创历史新高 就连BDI BCI甚至集装箱的一个指数 其实都从高档上面的回落 所以我觉得美国 它升息三码的几率还是比较高的 而且它用这种激进性的升息的方式 就一次三码三码 可能已经接近了尾声 不代表它未来不会升息 但是一次三码可能已经接近了尾声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投资朋友一定要去了解到 我们说在每一个时间点 台北股市它的策略 它的运用 它可能都有所不同 目前来讲话 当然整个市场上面会觉得说 现在的景气就是不好 东说一个库存调整 要到明年的上半年 西说一个库存的调整要怎么样 然后再过来 南说一个获利不如预期 北右说一个什么 但是我只希望投资朋友能够去了解 股票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市场 它不会等到 你是已经知道 我明正严肃的告诉你 就是要衰退 我明正严肃的告诉你 就是要调整库存到明年的一个上半年 股价一路摔到明年的上半年 它不可能是这件事情 如果你不相信 我回头给大家去看 在长期之中 我们以民国97年 民国97年来看 民国97年应该是说 是在整个一个十几年前 97年 它在落底之后 98年也没有好 大家应该知道雷曼金融风暴 可是它股票就是横着走 它就是用打底的方式上去 或是我们在之前里面来讲话 如果低档没有去报大量 它也是在民国104年的时候 它也是横着走 所以它就告诉你说 它股票它就会事先的去反映 你所知道的一些的利空 反映一次到底之后 它就开始打大底的动作 先拉平了月线 再拉平了寄金线 再拉平了所谓的半年线 慢慢用时间在你刚刚说的 库存的调整前 它去完成 可是你要知道你脱离了这些 在空投市场上面的低点 譬如说10年线 大家自己去想想看 之前的8523的10年线 或是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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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来没有因为是空投 那如果你有闲鱼的一些的资金 你做好你的规划 不管你是要存股 或是你要买到这个时候 可以逆势突围的个股 你有没有想过 你在这种过程中 你是买到长线上面的大低点 大家常常讲 10年的财富重分配 它其实就含有多投跟空投市场 但是你在空投市场 你才有可能买到最低 任何的股价的低点 我都说告诉过大家 一定是空投 股价长线上面的低点 一定是空投 股价的高点一定是多投 所以你要如何去做看待 其实是观众朋友的选择 如果你有一些的闲钱 你也不是去用使用融资 其实很多的机会会在这里 当然在2022年 还没有到2023年 整个上半年库存调整完之前 它虽然需要不断不断的 去调整投资组合 它虽然要耗费比较多的心力 但它有很多的东西 可以在这里面让你做好的准备 不管你是存股足 不管是你是财务的规划 不管是你比较懂得基本面 你会去做一些的调整 它都是很重要的 就像我们在这个节目一直告诉大家 随着成交量的不同 随着技术面的不同 随着整个法说会里面 你都可以开始去寻找你人生之中 绝境重生的藏宝处 就像鼠方也跟大家讲 我的方向就是两种 一个上半年半年罢好 下半年依旧好的 当然这个是优先的选择 因为这种才会是多头股 再过来你要么就是选择 上半年不好 但是公布半年报之后 它可以利空出境下半年好的 这就是你的一个 去做一些了解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台北股市 在这个过程中 投资朋友被市场上面 台湾其实我们的人口不多 2300多万人口 我们也是一个导国的经济 但是我们的新闻的自由 媒体之开放 媒体之多少见 如果你有去过美国 你就应该知道了 美国第四台的频道 也没有我们台湾多 所以你就可以发觉到 很多的一个时间点里面 全世界的利空 大家都会算到台湾的身上 或是有些的一个 所谓的财经证券板里面 它有刻意的有所引导 它也会把所有的利空 讲到某些的个股身上 可是我们平心静气而论 不管这些的东西 你从股价上面来看 我给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昨天就是6202的盛群 它带领到索尔的MCU 它的一个下跌 我在7月1号的时候就跟大家讲 我说消费性的MCU跌 跌价我都跟大家讲得很清楚 但是因为我们台湾 它没有品牌 我们台湾都是一个什么 零组件 所以MCU叫做微控制器 所有的电器用品 你的电脑 你的电视 你的车子 只要用到电的 全部都要用到MCU 那请问NVPC手机 MCU的价格会好吗 当然会不好 请问电器的价格会好吗 你吃饭都不够了 去买所谓的电器 对不对 那除非你的政府上面要去补助 所以中国大陆才开始什么 汽车下降什么一堆 对不对 所以在这时间点完全 我说今年的研究很难的原因就是 因为你还要从一家公司 譬如说它是做MCU的 它车用比重多少 它的家电比重多少 它的消费性产品比重多少 但是都不管这个样子 盛群它在法朔会说了一堆 我的库存调整到明年的上半年 没错吧 他讲得很清楚 明年的上半年库存调整才完成 那请问今天有破底吗 我昨天就提醒你 今天有破底吗 你给它放大一下 不要永远当一个后知后觉者 就像2303的一个联电 那第一季的法说都说得不好了 第二季的法说都说得不好 第三季的法说会说得好 那是你们自己不相信它 对不对 一直在说成熟自成 营收好怎么样怎么样讲一堆 可是它的一个股价是从70几 70几跌跌跌跌跌跌跌到现在 去年跌到现在 破了40块钱 我就跟大家讲 就算法说会利空又怎么样 利空之中它还不是会 低档之中的顿化 它还是会顿化 还是会背离 对不对 就是说你的股价创新低 你的KD指标会低档的背离 所以我觉得台北股市现在是要的 就是反正你们这些证券板 或是你们这些的人 一直在讲利空无所谓 但是你自己本身要展现出来 叫做利空顿化 就利空的反应变得很小 利多的反应变得很多 这才是重要的 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台北股市一样 如果你都不懂基本面 你就按照技术面 你交叉向下的时候 你持股比例比较高的人 譬如你7成以上 你就短卖 或是KD指标在高档 你的持股比例比较高的 你涨比较多的你可以调 下来你就可以去做差价 所以另外一个部分来讲的话 你如果它是真的交叉向下 我昨天就讲了 因为现在还没有 如果真的交叉向下 你卖了人 你就近代交叉向下 之后再交叉向上 你再来去做进场 如果强势的整理 它交叉向下之后 它必须守住指标50 它才称之为强势性的一个整理 如果没有交叉向下 它一直在高档 它要攻不像今天涨也没有量 你就等它有价有量 它才可以顿化再攻 这是你有留意的 台北股市我说过在这一次 你不要管它是不是破了五日线 重点是在这条月均线 它守住月均线之后 我就跟大家讲 你从现在开始 你没有发觉这个月均线 要开始往上走了 往上走之后 这五日线跟月均线 周月线就是有效性的黄金交叉 守住月均线 它就会慢慢的助攻 让它从月均线 向季线去做靠近 这就是技术面 基本面当然来讲的话 你就要去做一些的配合 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 台湾 美国的超级财报跟法说 你要观察是否能够利空出境 或利多上涨 我觉得美国股市昨天实在是太神奇了 那个微软本来讲说 我的很多的东西 我要延后再出来 可能本来用四年要用到六年 对不对 就本来砰就掉下去 后来没有想到 居然开机 又拉起来了 盘后又拉起来了 所以现在又有一堆人在说苹果 苹果好 真的很好 还不错 但是很可惜的是 那个美元升值 会造成苹果会退损失 一堆中国的 台湾的 韩国 收了一堆国际货币 欧洲全部都会退损失 所以会造成获利不如预期 我就问大家一件事情 这关我们台湾什么事 我们台湾是接苹果的订单 我们台湾只要管 你是不是9千万支给我们 假设你还是9千万支的 一个所谓的预估拉货 你的会退损失 我们是会退收益 大家要搞清楚 美元的升值对苹果是会退的损失 对我们的台湾是会退的收益 为什么通常要算到我们头上 我们也要管的就是 你是不是有拉9千万支 你拉了9千万支 我们就有营收 我们就有会退收益 这样了解吗 所以不然的话 现在美国所有的利空 都变利多 我刚才就讲 特斯拉也是这样子 第一季不如预期 他只要比特币 大家本来说比特币 你买了一堆比特币 一堆狗狗币 结果他就说我卖了 就变利多 所以台湾有时候 我个人觉得 也不需要望志斐薄 把所有的东西里面 都利空都算到我们头上 在这种过程中 在8月15号 纯提财个股 你不要过度的追高 你要等他财报的利空 去做测试 测试完之后 你再去做一些的留意 目前来讲的话 KD指标在高档 他会有几个 一个交叉向下 我刚才讲了 持股所谓比较高的 你可以短卖一下 做高出跟低进 第二个 如果他持续在高档 因为你不知道 他到底会不会 什么时候修正 你就尽量买黑 你想想看 我昨天跟大家讲 这个 你如果把3037的星星 今天遮掉 这个有没有够黑 我还告诉你机会 有够黑对不对 你如果都采取到这个 他还是守住约均线 守住约均线 或是约均线 你自己去买 你看今天就拉起来了 你一档各个资金 还是拆开成两份 如果你是新进场的人 因为你卡位 只叫基本持股 你万一碰到 KD指标修正下来 你怎么办 你要后续的加码空间 而且你要保留一部分的现金 万一KD指标 要修正向下的时候 你就可以等到修正向下 再交叉向上的时候 那个时间点去做一些的加码 目前来讲话 就是来看 反正美国就是要公布 升息三码 台湾就是不会升息三码 对不对 可是你在这种过程 之中里面来讲话 假设外资在台币不强的情况中 只要他起选线一个做多 那就代表他不会全力做空 我们台湾就要靠内资的力量 能不能够抬头 这个部分里面来讲话 才是大家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鼠方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就跟大家讲 不要忘自菲薄 在空头市场上面来讲话 有时候是尝现一些 很好的一些的机会 只是你能不能够选得到 要有一些的耐心 我就跟大家讲 你如果说你真的又不是很缺钱 又不是需要 需要使用融资来去做操作 其实这个时间点很多的个股 他往往一天之中 他就能够创造你什么 一年 甚至两年的定存的利率 都有可能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过程之中里面来讲话 我觉得台飞股市 正在慢慢的绝境重生 他需要一些的时间 才会转为多头 我在之前的节目里面 我有骗过观众朋友 我从来没有 我说他需要一些的时间 所以今年的操作 会要比较辛苦 要不断的去做一些的调整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楚方的黄金产宝图 我的规划方向已经告诉你了 上半年好 下半年好的 再过来第二次要的选择 上半年不好 下半年好的 所以在这种过程之中 我们的绝境重生黄金产宝图 已经都在盘中 陆续陆续的去做操作 不管是价差 不管是在整个新的投资组合 都开始在做一些的布局 如果你要趁着这个时间点 我们的黄金产宝图到专案 倒数计时的时候加入我们 享受比较长的会期 比较好的价格 那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 打电话进来 您好 欢迎回到股市全方卫影 其实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 随着半年报在公布 它一定会有一些个股 它会闪一下 闪过了半年报 再来去看 就像升级个股 大家也会看 升级个股 升级月开始 会不会利多出境 所以这个买盘上面 就会不断的去做一些的波动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可以从一些的 所谓的法说 或是半年报 来看到一些的机会 就像我们当时候 在台积电的法说会之中 我们就跟大家讲说 台积电的法说里面 它有强调几个 一个先进制程 再过来就是车用 资料中心 还有HPC 但它这里面来讲就很奇怪 无论在台积电的科技论坛 或是台积电的法说 花了很多的时间 在讲2.5D 3D的 系统级的高阶封装 然后一路到昨天 也开始了 整个一个三星 也开始扩大它的资本支出 在整个2.5D到3D的 所谓的系统级的封装 而2.5D到3D的 系统级的封装 这里面非常重要的 就是要用到16层 16层你不要听错 16层的ABF 所以在过去里面 很多人说 它也会做ABF 它也会做ABF 我告诉你都只会做到10层 要做到2.5D 3D 这个叫堆叠式的 系统级的封装 其实要用到16层 也只有16层的ABF 它可以毛利率高达 4层到5层 所以它那个4层到5层 它是比 为什么台积电话 那么多时间讲 因为它比IC设计的毛利还高 还高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我们就看 3037的星星 它在这种过程之中 它就开始讲 我的第二季公布出来了 它的第二季公布出来了 它的第二季赚5.44 大家看我的节目里面 还记得是多少吗 我已经是在当时候市场上面 估很高的 我估4.7到4.9 中间值是4.8 它公布出来 第二季是5.44 也就是说它毛利多了4个% 你就知道那16层的 ABF里面有多厉害 如果是这样的话 它在今年里面 本来估我说18块钱 18块钱 你在180块钱以下买 是不是都十倍本一笔而已 你知道它现在光是这样子的预估值 它已经把明年的获利 变成今年的获利 也就是它今年里面来讲21块起跳 而且它也要做资本支出 资本支出 那为什么南电 它明明也会做16层 它现在没有办法像它那么强的一个原因 因为它没有苹果 它没有台积电 它必须要等到NVIDIA 那景硕 大家说景硕很多人 因为景硕便宜会去买 我告诉你景硕的BT载版 占比很高 它的ABF的占比只有三成多 所以它也要扩充资本支出 但是你扩充资本支出 你今年赶得上 你就要去想这个问题 因为你扩充资本支出 星星也扩充资本支出 16层的ABF毛利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所以你在这种过程之中里面 你就可以利用这种方式 去做一些的操作 我说当时候是在起涨点 140几 150几 我们在这个节目 7月14号告诉大家 沿路以来它的大涨 可能很多人我就错过了这一段 我在昨天大跌的时候 我没跟他讲 那你就不要忘记拉回的机会 我并不是像其他老师一样 涨的时候一直跟你讲 对不对 起涨点告诉你 第二天拉回来还来告诉你 昨天还提醒你 你自己要去注意 那请问在今天的3037的星星 有没有黑的时候 还是有黑的时候 那你为什么不买 这就是投资朋友 你自己要去做留意的 因为它的第二季财报是优于预期 而且它可能还再会做 扩充资本支出 明明连晶元代工 都要开始有些的公司 缩减资本支出 所以为什么台积电跟三星 讲这么多 要开始扩增资本支出 在2.5D到3D 因为它是先进制程 唯一能够区别产品 达到它的功效上面 唯一的方式 而且之前只有2.5D 3D的系统级的封装 只有台积电会 所以之前的三星的良率 才会不高 这样了解大家的意思 在这里面来讲 不用讲IP服务公司里面 跟三星这个系统级封装 跟AI有关系的创意 创意来讲 我们就说高不要去追 第二未来再留意 另外一部分我们就说过 在这个时间 我们在选择苹果 苹果都已经要开始 去公布财报 我说你管它苹果甜不甜 你就要记住鼠方说的 你的重点只有一个 你是不是9000万支 假设你是9000万支 我管你会退损失 你关我什么事 我们台湾的苹果个股 里面来讲的话 就是会退的收益 再过来 我们台湾的苹果个股很争气 谁是纯苹果个股 你告诉我 台积电是吗 鸿海是吗 台达电是吗 再过来华通是吗 华通它本身 当然有一堆人 很喜欢去抢低轨卫星 本益比很高的 那你知道 低轨卫星的地面接收 战的PCB HDI版里面来讲 都是华通的 你家华通可以赚到5块多的6块 你要去抢不赚钱的 所谓的低轨卫星 低轨卫星的订单多 华通订单也很多 所以华通的第二季 法轮功0.9 但是我估可能会有一块钱 大家拭目以待 就大家自己来看 中砂我是不是在之前就跟大家讲 我说上半年 你今天才看报纸说 上半年追赢去年的一整年 可是你要知道 它在今天里面的大涨 是不是就创高 一定会有短线上面 这几天买的人获利去做了解 但是它今年下半年会不好吗 这你就要去想 台积电3奈米 今年下半年才扩产 明年才3奈米的加强版 你只要是3奈米要开始量产 要开始扩产 你的钻石碟你的再生金元的部分 你用的部分就会更多 就会更多 所以它的营收应该会逐继的成长 大家自己去做了 所以我在之前讲说 它的EPS挑战10块钱 没有人相信 你看它这一段上来 没有人相信它EPS会挑战10块钱 因为去年才赚4块多 所以我说有时候 你在这里面自己去了解 像车用的部分 就是说你如果只会看过去 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讲过去 过去里面来讲 强帽大概赚6块 5块8 6块左右 台办大概也6块 大家就会觉得强帽很便宜 可是这就是法人 法人会看你的车用比 因为你车用比 你的库存调整 不用到明年的上半年 所以大家在等的是什么 我刚才觉得60块钱以下 强帽你就不要杀低 因为它今年上半年的车用占比 只有两成 可是到了今年的下半年 以目前的知道 它会要扩到四成 台办是六成 就像我们在看车用的MCU 我为什么跟大家讲 清糖涨停板的那一天 我说每一个人都在讲 我不会跟你多讲 就是这一天涨停板 因为它还有一些的东西 就是叫消费性的MCU 它需要调整 所以它是长钉骨 第三代的半导体 很多人拉本一比很高 你去做做看 因为第三代半导体 你要做出第三半导体的那个累金 一年才涨这么长 要做很难很难 所以很多的时间点里面 你要知道什么是长钉骨 什么时候是现在要买的个股 所以蜀方已经帮你布局好了 第一季季不好下半年好 跟上半年不好下半年好的 黄金长宝图的个股 要在这个专案倒数计时 跟上蜀方的操作 就趁着广告时间点 打电话进来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选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